接下来的话,一样 如果想说同样的逻辑 我只是想要换一个地方写 比如说写在相对是比较亲切的Ethel 其实打开Ethel会觉得好亲切 因为你看到它已经超过30年 感觉好像老朋友 这个软体怎么还没结束呢? 它怎么还在? 因为任何软体都已经不知道换过几轮了 但这个软体,奇怪,怎么都还在 蛮厉害的,我觉得委婉真的是蛮厉害的 虽然做得不怎么样,也没有很好 稳定性也太... 而且里面的说明档也写得很糟糕 反正其实... 但是就是可以的存活 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 所以就让我想到一个逻辑、一个哲学 但是做人还是不要做太好 这样就可以了 OK 就是... 做得不要太好 做得好,反而很快就被换掉了 做得不好,反正它一直存在 然后可能还是... 还是没有其他对手嘛 有啊,还是有其他对手 但是其他对手好像也...也是免费的 都不用钱 但是为什么没有办法把它替换掉 这也是无法...没办法理解的一件事情 因为之前政府机关啊,很多单位啊 因为要花钱就觉得不想花这个钱 有没有,然后就一直推那个Liver Office Liver Office里面也有类似以色尔的四串表 或者是Google也有四串表 有没有,其实都是非常强劲的对手啊 但是我曾经大概十年前 曾经想说,应该以色尔应该到了末日了 没有人会用 结果过了十年之后,他其实还在 而且...还...四串率也没有掉 OK,而且...它的地盘还延伸到Mac上面去 苹果电脑上面也有,E-Sale,E-Office 而且还蛮多人用的 我无法理解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 像这种东西,其实也没有... 可以...逻辑性可言的 OK,好,那就是这样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希望可以把它放到E-Sale 然后可以做一样的事情的话 那该怎么做啦 因为我发现最近那个...去逛书店 现在最多的书就是... Python如何取代VBA 就是跟Python做VBA一样的事情 但是是从外面再处理E-Sale 那... 而且还蛮多的耶 而且排行榜好几本都进了前十名耶 OK 但是我看了一下作者,大部分都是对岸翻译 要不然就是日本翻译的 本国的也有 但是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多 待会我看一下,我觉得... 你说这样好不好啦 其实我觉得工具就随人用嘛 OK,你觉得你用了顺手 你就这样用,OK啊 反正问题都可以解决 老板Cured 其实不是你用什么工具解决 而是说你解决这个问题了 他应该不会细部去研究说 你到底用哪个工具完成这件事情的 所以甚至以前还有流行一种 比如说,其实我是用另外一个工具 但是我为了要强调流行 所以我跟你讲说 我用了哪一个工具完成的 比如说可能我是用VBA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用Python解决这个问题 你怎么会知道 对,OK 反正你解决问题就对了 那所以,刚刚提到那个 假设刚刚那件事情 比如说这个植数的判断 如果我今天要改成VBA的版本 其实大概就是几个部队一样 第一个的话SUB改一下 然后特别是你会发现 如果在VBA里面写SUB 瓜路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参数 如果没有传参数 那就跟刚刚不一样 因为刚刚那个我们Function 基本上都是要传一个参数 所以瓜路里面是有放东西的 那如果你没有放东西的话 那就变成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副程式 那所以刚刚我们那个程式 基本上如果改成VBA的话 一样我是用Input Box取代那个Input 然后呢 这边不用转型 前面讲过啦 因为VBA 它对形态好像要求不高 那差别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那个就是求余数的话 在Python是百分比符号 可是在这边叫MOD MOD的话其实比sale里面有MOD 其实概念是一样也是求余数 另外的话呢 这边等号是一个 OK 那Python是两个 这个其实也比较容易做错的地方 其他应该没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在Python里面叫break 可是呢 在VBA里面可以把它改成叫exist 离开这个sub 其实意思就是break 只是用法 其他大家都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那Python改成magic box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 所以51 不是指数 没错 OK 然后再弄一下 那53 那就是指数 OK 所以没问题 其实基本上 你说什么差别 基本上程式 可以说完全 几乎一模一样 只是说呢 把该改的改掉而已 OK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范本 将来如果你想要把不同的程式互相改的话 其实就是要改一个关键字改一改 其实就最后可以做出你要的一样的东西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改成呢 那个什么function的话 那就可以注意 底下这个 所以我这个是第一个 我把它delete掉好了 好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类似刚刚我们把 就是程式改成两个部分 那一样 底下的话 是主程式 有没有 所以这个是输入嘛 改成info box 然后呢 呼叫的话 一样是test 那瓜谷一样传一个prong参数给他 那差别是说 上面这个 刚刚是要def 那这边叫sub OK 特别是 那我刚刚有跟各位讲过 如果是 VPA如果是没有回传值是sub 可是如果有回传值哦 那就是function 所以第一个我们run 所以啊 改法一样 所以中间的程式 一样只是搬上去 放在一个sub 叫做testprong 其实反正一模一样 run的话记得是run这一个 执行他 然后51 他一样就去呼叫上面的 OK 那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差别 就是 如果python的话 程式df 记得一定要放上面 不能放下面 可是VPA你放上面放下面都可以 OK 在这个地方不一样哦 python你不能这样放哦 所以一定要放上面 你们试试看 如果放下面是brook 因为他一定要是放在上面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好 那接下来最后有一个什么呢 有没有回传值啊 有没有 return嘛 可是哦 如果在那个 这个VPA里面 记得啦 如果有回传值的话 你不能用sub 他不是用return去界定 有没有回传值 他是 用什么呢 用你的开头这个名称 如果是sub 就是没有回传值 那如果你要改成有回传值的话 你必须把sub 改成叫function OK 好 有function 欸 不过你会发现 他其实还蛮人性化的 我就改 改这个 没有 function 你会发现 他底下 也顺便帮我改了两个地方 有没有 本来是in this sub 有没有 他居然帮我改in this function 我觉得这还 不知道是不是新版才有 我记得旧版好像要自己改 所以可能 所以 有啦 他有进步了 只是说 很小的地方 OK 然后 底下的话也是改成叫 exist function 所以这个可能要 把名称改一下 OK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其他哪些地方要改 所以它是一个function 所以它叫return 那return的话呢 也其他地方我印象都不用改 然后呢 只是说我必须把这个地方一样 原来是mesh box 改成什么呢 特别是 改成这个 它的名称 它叫test 所以你必须把 这个资料丢到这个test里面 所以怎么改 记得 改的方法 其实类似啦 但是就是 把mesh box 其实就是python里面的print 改 那我们原来前面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return 那这边是改什么 改这个test 等于的意思 就是把资料丢到 丢到这个test里面去的意思 就是把这个资料存到test 其实跟return有点像 return是放在里面 然后这边的话是 把它丢到里面去 的意思 OK 这个可能稍微记一下 这边 这边可能比较不一样 那一样 mesh box 把它改成 就是test等于 OK 所以这边一样 加一个test等于 放在前面 好 那这样OK的 所以如果你要改 有回传词的VBA的话 那就是第一个改function 第二个的话呢 return就是改这个 放进来 那最后的话一样 底下呢 当然我们这边是用mesh box 所以我就把这边的一样开头 加一个message box 然后呢 就是把结果给显示出来 OK 试试看 其他应该没有改动 所以我大概改几个 一改function 二改这个 test等于 test等于 三加一个message box 1 2 这两个一样 3 3 好 这样OK的 应该没问题啦 反正这个记熟 你会照这样做 我试试看好了 里面应该OK 执行一下 然后51 不是直属 没错 OK 然后 再来53 40 OK 所以其实乱起来啦 你根本也感觉不出到哪里有差异 只是说它传值的方式不同而已啦 OK 所以三种版本 如果你想要取得这个程式码 我已经要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我刚刚改的 这个是第一个 没有function的版本 第二个版本是 无灰传值的 第二个版本 第三个版本 function function部分 在这个 我一样把这个 这个把它用那个底色稍微加一下 OK 一样 如果改改这些地方 那其他的话应该都一样啦 所以 只要注意这些细节啦 你说你至于你写哪里 不也一样吗 就看你 看你哪里方便 就用哪个方法吧 所以其实有个弹性的 所以使用工具啦 我觉得真的要有弹性 千万不要只会一种方式 你说一直 一直取那个 就是你只会开车的人 你到哪里都开车 对不对 那你说换个方法吗 随时 像天气好的话 像这两天天气太好了 这时候如果骑U5 我觉得很舒服 OK 所以骑 像我昨天去 去世大 从世大骑到台大 那一段骑U5 超舒服 OK 所以我也顺便去逛一下 那个成品嘛 我觉得台大那个成品也蛮棒的 那个地下有那个python 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我去那边看 奇怪怎么都 什么python加e-sale e-sale加python之类的 好像就蛮多的 OK 我现在翻译一下 不过我觉得好像 到这样是不是比较OK 我自己是觉得存疑 因为有时候 有点像隔靴烧一样 毕竟python跟e-sale 毕竟还是不同国度 有点像台湾跟日本好了 虽然很近 但毕竟还是在国外 OK 那 是不是开成尿机前才能看得到哪里去呢? 也还好啊 你现在看应该都应该知道 就是会知道说它的那个 只是说它里面会需要安装额外的套件 像我们刚我们只有用到一个random Import random 那个random是已经帮我们装在里面了 那未来会有很多的 类似像那种 那个叫外挂吧 那你必须要懂得安装那些外挂 然后并且知道那些外挂 那些模组有哪些function 然后你可以解决什么问题 大概是这一些 OK 其实主要的 那个python 最重要应该是学习 有哪些外挂 可以解决你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python 它官方的那个外挂 就三十几万种 而且还在增加当中 一个 就是等于一个解决方案 你要解决一件 答案上面都有 所以你要怎么确定用外挂 解决问题这件事情 那我们现在其实只是用它 python提供的内建的外挂 你不能叫外挂 叫内挂 怪怪的 就是它里面 那个所谓的挂其实就是韩式库 就是模组 模组里面不是很多function 那是他写好提供给我们的 当然你想说老师我会自己写 他也可以啊 只是说问题你有这么多闲工夫吗 人家都写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要影像辨识 那人家都写好 而且非常好用 你干嘛没事自己去写影像辨识 你会写得过人家吗 那我的学校我管他了 反正你传来没有错 那就OK了啦 大概是这样子 那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要还给各位 所以当然要重点 主要就是比较那个 Python 跟 VPA 之间的差异 那我这边已经有写好对应的程式嘛 OK 而且是一模一样的逻辑 差别只是说改个语法而已 所以我一直强调了 对我来说 其实你现在写哪个语言不也一样 所以以后你问人家 功能说你现在写哪一种语言 他大概会跟你讲说 哪个都可以啊 对 如果他只跟你讲说 我写Python 那应该是菜鸟 OK 这样讲有点太夸张了 不过如果他只会一种的话 我在想说应该比较少会只会一种的 OK 尽可能你们在学习语言的时候 可能刚开始就是不求圣解 没有 你就知道 那慢慢 知道他有相差异 至少就是说 你先广博 然后再慢慢深入 OK 那你会觉得 其实倒也没有那么困难 工具其实是这么一回事 会跟不会 Q跟Force而已 比较没有像那种 我们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都没有 我跟你是朋友嘛 Tru force 没有 我们好像是朋友 又好像不是朋友 对 OK 那我 其实反而做人更难 对 做事 做写成事反而简单了 对 OK 处理电脑的逻辑 因为电脑逻辑 其实在怎么复杂 还是没有人来就复杂了 OK 所以其实 各位试试看 然后比较一下 OK 其他当然 VBA他还会写界面 所以后面的界面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甚至可以把Input box 改成Range 然后甚至可以加个按钮 当然相对 就会更加有弹性 我有把它放在讲义 跟会云单上面 然后各位可以再自行比较一下 大概原则上是这样 其他的话就是说 证照考试的第五类 其实就是考你方选 所以 如果假设你会 刚刚的方选的话 你也可以试试看 证照考试的第五类的题目 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你看得懂 你就会写了 它其实考你就是说 你会不会把陈日写出来之后 改成DF的写法 就是这样 所以你先写正常的 再改成方选 这就考 考其实就考这个 只要你规则熟悉 放对的地方 它也没有写不出来的道理 OK 试试看 后面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要来看串列 所以其实 正常考试考的第六类 其实就是考串列 然后再考其他第七类 就考这个 重点应该是 这个Dictionary 字典 然后再来就是 字串或档案处理 这些后面其实我们都会讲到 所以请各位就是再稍微了解一下 并且熟悉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 可以的话 有一点时间 可以把程式稍微打一下